文艾并不知道曾经有多少人被那些年,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中的沈嘉宜给经验道,这部由作家九把刀亲自知道的电影《2011年以上》一遍创下票房记录,更是以极快的速度火遍了日本,因为民众太喜爱这部影片,纷纷呼唤翻拍,于是在2018年8月份,日版的那些年轻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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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在呼声中开拍了,男主角是日本新生带超级人气偶像杀钱玉贵,而为了找到民众心目中的沈嘉宜,更是大费周折,最后交定人际,一直居高不下的偶像团体,耐木版四十游成员斋腾飞鸟,1998年出生的斋腾飞鸟的形象可谓是极其符合沈嘉宜这一出恋形象了 同时,那些年也是斋腾飞鸟第一部主演的大荧幕电影,沈嘉宜的具傲个性但却不是可爱的,是并与他简直是完美性和,斋腾飞鸟轻轻可爱的高中生剧照一出,更是让粉丝们大赞,该片一于十月份在日本上映,反响良好,斋腾飞鸟也凭借这一角色,收获了大批的粉丝,这位年纪上小的新生带偶像曾在起如日之当组役中, 透露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些规则,年纪小小的他似乎在很努力适应演员和偶像的身份,他说,不会对粉丝刻意的做出可爱的行为,因为他不能一直保持可爱,这当致力于展示明星们真实一面的节目, 为我们挖掘了斋腾飞鸟偶像外表下的真实内心,节目组拍摄了奶木板,四十六的团体,握手会,其余成员对于粉丝提出的要求,多半是有求必应, 而在腾飞鸟常常拒绝掉粉丝们的请求,想要维持自己高闹的形象,可是顶着这样一张可爱脸庞,一本正经说出拒绝的话的他,简直不能再可爱了, 在发出的影片中,有粉丝曾提出,请做一个超可爱的动作,这样的要求,他都一律笑着回答, 我不要,对于粉丝的另一个要求,对我是一个,可以让我变得有活力的魔法, 斋腾飞鸟更是调皮的表示,没有那种东西,意外爽之开朗的他说,希望粉丝不要把自己排到可爱偶像这一列, 现在的斋腾飞鸟在偶像这条道路上越发成熟起来,其实在他刚刚探论偶像团体的时候, 曾经有三四年的时间,也想从可爱行到偶像路线,但是多次尝试,发现这并不适合自己, 于是他说应该坦然接受自己真实的样子,不能为了可爱,而去故意可爱,真实的样子才是最棒的自己, 其实,小编认为,在粉丝眼里,不管摘腾飞鸟是什么样子,都会是极其可爱的, 同时,面对成名后的压力,摘腾飞鸟也经常会因为对观众的反应,对工作成果期待太高, 而常常感到失落和巨大的压力,所以也一直在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, 往更加完美的艺人上持久的努力着,在摘腾飞鸟分享出的规则当中, 还有每天早上要和妈妈打电话,这样超级温馨的规则,看得出,真的,是位极其向顺的小姑娘了, 尽管摘腾飞鸟一直认为自己在团队中并不起眼,对比前辈来说不出色, 但是,其实她在成员眼里一直是奶木板四十六的门女担当, 并且她的写真集更是有超过二十万册的发行数量, 有这样傲人成绩的销量,真的是值得夸到的一件事啊, 真希望摘腾飞鸟能够正视自己的美貌,她其实超级棒, 摘腾飞鸟还有一个非常牛的称号,就是被神选中的少女, 因为据测量,这位二十岁的少女脸长只有十八厘米, 所以,除了神选少女称号外,还获衬脸最小的日本偶像, 真是让人无比羡慕的小脸了,小边想, 这可能的抑郁她是日冕婚事儿,她的爸爸是位日本人, 而妈妈是位缅甸人,有许多网友都连连称,想要把摘腾飞鸟娶回家, 哈哈,那估计得有数以万计的情敌了, 大家肯定对摘腾飞鸟的姓名有所疑惑, 其实是因为她还有两位哥哥,两位哥哥的姓名中都带有鸟子, 父亲也就顺手给她起名为飞鸟了, 虽然看起来有一点仓促, 但是我想她的父亲肯定是希望摘腾飞鸟, 能像飞鸟一样可以无拘无束,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快快乐乐的成长吧, 从摘腾飞鸟一路走来, 做过模特、歌手、偶像、演员, 其背后付出的努力肯定是难以想象的, 也真心祝愿这位神学少女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, 粉丝们会一如既往的关注和追求她的。